上禮拜五资源公司叫做Crosstrike 它引发了全球史上最严重的IT灾情 为什么呢 仅仅只是更新了 没有想到更新错误 造成了微软Windows的作业系统大当机 为什么 原来它是它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全世界850万台的Windows系统受到了影响 虽然只有850万台 但是都是大公司 于是造成了第一个 大量航班被迫取消 还好预堂提早回来 否则现在也卡在半空中 医疗院所好多手术都被取消 因为资料大乱 国外的券商交易速度受到了影响 欧洲的铁路系统更是严重的影响了 于是当天Crosstrike的股价 当天大跌了11% 跌出了好大的危机 但是您知道吗 这件事情之前 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公司 它经验股价已经涨了一倍了 这次跌出了哪一些危机 跌出哪一些的商机 关系我们请您上台来 第一个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第二个为什么经验股价可以涨一倍 第三个接下来涨谁 我想其实这个刚看到850万台的一个Windows 事实上才占了所有使用Windows的系统里面 大概占多少百分之一而已 对啊就你看事情弄那么大 其实我记得下午的时候 我看到一堆朋友在传说 是不是被骇客攻击了 因为忽然像这些这个航空公司 什么美国航空啊 打美航空 忽然贴出出他们的一个什么 班机暂缓登机或什么 或一律改采用这个手写方式 在那边登机弄了半天 所以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麻烦 然后怎么样 你看到还有包括什么联合航空 甚至包括这个联航叫什么 中时航空啊 这比较没听过的 对都以一个通讯问题的关系 停飞航班是停飞哦 不是说只有手抄一抄也是完全停飞航班 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如果飞上去可能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甚至包括连电视台都出问题 对英国天空新闻因此停播 这是当天下午的事情而已 但是怎么样 当天应该说稍晚的时候 你看到这券商交易也都全都停摆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家公司啊 CrossTrike这一家公司 是一家非常厉害的公司 他是做什么的 就是做资安嘛 而且他厉害到等一下跟他报告 为什么很厉害 因为好像有点独一无二的感觉 但是呢 当然要很大的公司才用得到 你如果是公司很小的话 应该用不到他了 上个礼拜五的大当机啊 事实上呢 你看到我们刚刚讲的嘛 这个第一张看到 银行啊 媒体航空公司 都是他受害者 甚至后来还券商也是受害者 对不对 大型券商有用到 他的一个软体的都受害者 据说台湾 有一些银行也是受害者 对不对 都有用到 还好隔天没有开盘 对 850万 你看850万 其实台湾也有 台湾也有 然后呢 其实路透社去掌握 Cloud Strike呢 向这个客户发布的一个警告 他说呢 他有一个软体叫什么 叫Farcon Farcon这个软体呢 这Farcon的sensor 是他们的一项更新行动 然后就更新行动出问题了 我们刚刚讲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导致整个Windows 作为系统当机 其实当机的画面 我们就不秀给大家看了 因为就是你一般看到 当机画面 就蓝白画面 蓝白画面 然后呢 叫你要重新开机什么等等 问题是 你该开机好像也没有用 因为呢 是这边出问题了 走这边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惨烈 那我们也回来看一下 这Cloud Strike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事实上他其实他之前啊 你看到 我去看了一下 他本益比是五百七十六倍哦 五百七十六倍 我们刚刚没有看错啊 就是表示说 其实他只赚一点点钱 但是他的股价非常非常之高 所以他的一个执行长 领非常多钱 因为他就是领股票选择权的嘛 对不对 那他的总部呢 事实上位置在什么 德州奥斯丁 他提供什么 你看这些都很复杂的字 端点安全情报威胁 网路攻击的安全服务 而且他是很厉害的这个 应该说这些东西的佼佼者 对不对 为什么说佼佼者呢 他参与了多起啊 备受瞩目的网路攻击调查 你如果不是佼佼者 我怎么会找你来这个 这边调查呢 所以这次很好笑 他专门在调查网路攻击 就自己本身 搞了一个更新 结果全部就挂掉了 对不对 他说二零一四年的 索尼营业的骇客事件 这个都是大事件 二零一一五到一六年 针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网路攻击 包括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美国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邮件 卸密事件 都是他去调查的 当初那时候川普当选那一年 没有错 都他调查的 你看到一定是够大的公司嘛 不然他干嘛 他不去找趋势调查不就好了嘛 对都是很大的公司 而这个平台叫什么 这个平台叫什么 发肯平台 这个这个字 其实翻译应该是 就这个字叫准 就是一种猎音啊 听起来就很厉害啊 哇 发肯平台就一个猎音 好像很准的 可以把什么东西抓出来一样 结果呢 什么都没有抓到 他是唯一 你看多厉害 唯一整合次世代的一个什么 防病毒 然后包括什么样 还可以IT资产版点 端点回测跟回应 还有威胁情思 全部整合 还有什么 还有托管威胁狩猎 就刚讲的那个猎音嘛 对不对 次世代端点保护解决方案 哇 听起来超级厉害 结果呢 没想到一个更新 整个就挂掉了 对不对 那当然当天也发生什么事情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马斯克直接在回应 他说呢 我们把所有在特斯拉上面的 所有这个全部砍掉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对因为他更新出失败嘛 我把全部砍掉 就会发生这件事情 当然这家公司呢 因为本益比真的很高 所以呢 可能 相信我投资我应该没有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嘛 对不对 应该没有投资这家公司 如果 因为说如果投资这家公司的话 只要稍微小心 因为毕竟短期之内 涨了这么多 可是为什么短期之内涨那么多 就跟今年AI有很大的关系 今年有很多东西 在推什么 云服务啦 云什么云什么的 这都需要找这种资讯软体公司 所以相较之下 你会发现其实台湾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资服 资讯服务软体公司 好便宜哦 他五百七十六倍 当然他很厉害啦 没有错 但台湾的一个 这些资讯软体公司 事实上老实说 现在的一个本益比 都二十倍上下 所以你觉得反而会唤起 第一个大家对于资安的重视 以及唤起台湾的资产股 多便宜 没有错 真的很便宜 当然也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有些资产股 是代理 代理的话 相对之下 你现在AI的用了这么多 甚至云服务用这么多的话 你就是要回头去看 这些资安软体 好 所以他的事件 凸显了我们有多便宜 谁真的有投资的价值 好的 当然这一档股票 第一档就是刚刚 这个驻华秀的这个01 其实01最近股价很强哦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我去年三月份 我来跟大家谈01的时候 是说01是 就是高值利率股 对 当时候股价大概四十几 到五十几块而已 现在多少钱 转眼之间已经一百一十二元了 当然什么都涨了 那你看到他本益比其实最近比较高一点 是二十四点七三倍 可是说真的 我觉得不贵啊 为什么不贵 他资安占百分之五十 IT建设占百分之二十九 云服务占百分之二十 所以他就是一家 几乎是纯云的公司 都是云嘛 对不对 而且他是微软的云端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 我记得当时跟他讲到 其实那时候我来跟一家公司比较做66 应该是6689的一个一云股来比 那时候一云股股价一百多块 但是呢 那时候01股价多少四十几块 我说总有一天 他股价可能会超过一云股 现在两家公司 现在股价是不向上下 现在不向上下 对不对 而且呢 除了我们刚讲的云端的解决方案之外 他也布局深层次AI服务 这都后面的事情了 因为去年哪有什么深层次AI服务啊 也代理了什么 灰达DGS系统 这个代理这个系统 就不是每家都有代理了 然后呢 重点在这边 第三季要拭目两千股 要拭目两千万股 要引进策略性的股东 我们来看一下这K线图好了 其实最近股价很强 跟大盘长得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切一下 这个切一下投信好了 最近投信再买 为什么 因为有一家 因为有一家的一个ETF列进去 对刚好扒护盘嘛 刚好扒护盘 不过其实说 就算不列进去 他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强而已 但是毕竟终于有ETF 看到原来这公司这么好 一千没有什么量 最近出量之后 走势就不一样了 没有错 而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 当然这几天全部都是ETF买不少 可是其实说真的 这个ETF你说买不少 其实大概也是一千 一千一两千张左右 我们以今天的成交量来讲的话 这个要卖一天就卖掉 所以不用担心说 ETF会把它灌压下来怎么样 因为他要卖一天都卖掉了 但相对之下 你看到来到了这个一百多块 这附近 其实如果说他本益比才24倍 25倍左右 那个是用去年的EPS来算的话 哎 你跟他五百多倍的比 他算便宜的 现在进场要采取什么的策略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盘不好 对不对 你可能趁拉回 拉回就在这个整理区间 一百零五 对不对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可能有机会买的跟他差不多便宜 所以可以再等一下 可以再等一下 但是我认为其实 如果盘会 反正是恢复正常的话 他看来就上去了 了解 因为这一类的东西都很 都应该说本益比都还比较高 好 就是淘信最近很多被动式的买盘 01 第二档怎么看待 第二档你看起来好便宜 但是呢 其实他不便宜啦 我现在不便宜 为什么他本益比比他低耶 01的客户多半台湾人 这边有看到吧 主要客户来自中国互联网新能源车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使他股价变这么便宜 其实如果说他的客户是台湾的话 可能不会这个样子 因为这中国互联网今年也不太好 对不对 新能源车今年也不太好 但是怎么样 他其实他业绩还不错啦 我只能说还不错 所以这个我们很难评断说 为什么这个24.73 这个15.39 我可能我觉得说 如果以我来讲的话 我可能比较不敢操作微软 可是微软好不好 微软是好公司啊 他是台湾最大的资讯 我爱服务厂商 他采取跨区整合全球交付的模式 而且AI已经占营收10%到20%了 推动什么 所谓的All-in AI 他让他们公司里面的人 全部去考AI的考照 然后呢 以后全部就是我们AI的事情 我们全部都要做 那么看到K线图好 说真的 我是觉得便宜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K线很难看 你等到想卖的人卖完 我们给他缩小一点来看 是让他跌了一阵子 为什么 为什么会跌一阵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现在状况就不好啊 新能源车也不好 互联网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你就稍微等他再等一阵子 或许等到这里 对或许等到这里 其实也快接近了啦 再做一个切入 因为他大概有讲到 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 还有互联网 好像也没那么差了 说不定下半年是有转机的 好所以他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第三档怎么看待安基资讯 这两家都是宏基集团的 而且这两家最近股价 尤其是安基最近很厉害 是 每天涨每天涨 稍微有一定回档而已 每比其实也还好啦 28.63倍 还是比这个 比刚刚比这个Klaus块 还要便宜很多嘛 他因为为什么会 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厉害的 这个政府 就是因为他的客户是谁 政府金融跟制造产业 各支法的新规范 带动企业资安的需求成长 然后呢 他说这部分会使得说 他本来是政府金融跟制造产业 他现在包括百货 电商第三方支付的 这个资安房屋要升级 就要去找安基资讯了 然后呢 渴望成为这部分的新南海市场 所以他会从政府金融制造业 跨到百货电商第三方支付 就因为这个各支法的规范 那我们看K线图好 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追 因为这一波他走势相当的强劲 就怕补跌 从7月1日开始 一路冲到280块 所以他现在反而要小心补跌 要小心补跌 因为他太强劲了 你真的要买的话 你可能等一下吧 因为毕竟本益比 也稍微高了一点 28倍左右 你可能稍微等到这一波 奇章点之后的一个 那就一半 对 折中一点一半嘛 对 但你说公司好不好 我觉得公司很好啊 而且这种宏基之 因为说这个宏基集团的小金基 安基 安基算是股本也是很小 所以这要动起来很快 可是有更好的选择 谁 我们来看上一张 对 宏基资讯 为什么说更好选择呢 我们刚讲到 微软的问题在于 他的客户都是中国能源车 中国互联网 那宏基的呢 这家公司的客户 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台湾 然后客户群都是台商为主 所以安全了吧 对不对 你不用担心 这个新能源车不行等等 而且他怎么样 他的云端跟大量转体服务部分的比重 是高达百分之六十九 所以也不差 也不差 然后就除了股价高 一点以外 然后他说怎么样 深层是AI的加速器平台 目前已经超过三十家客户 多半也是政府跟金融机构 这些企业客户 然后重点在这边 微软的copilot的繁中版本 他是独家代理 然后呢 他说这部分 企业客户最近采购加速 目前大概有五十个 五十家客户给他采购 我们看一下这K线图好了 事实上 微软先前 他的copilot 只有英文版本的时候 好像比较推不动 他说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宏基说 我们现在繁中版本出来之后 开始有人跟我试用 那你看到其实好处在哪里 他又被短线客停损光了 回到了起降地 没有错 他跟刚刚跟安基的状况不一样 安基是还在天上 那还没有砍完 但安基可能就是 有比较有索马的效应 但是你看到 他短线客回 又什么 又砍光了之后 今天有人觉得他便宜 偷偷再买起来了 对不对 而且刚好你看到 这个回到什么 刚好回到除息那个点 所以我觉得相较之下 当然你如果说不嫌他贵 我们回到刚刚的字卡 说真的22.77倍 是比28.63倍还要低 所以看起来 这个状况可能稍微好一些 了解 谢谢冠青 请先回座了 好 这一路的节目 最后要提醒您 明天有个好重要的论坛 要告诉大家 到底在最近 整个的资金在越南 有哪些的投资机会 今天要预告的是 如果您有扫了QR Code 把这个座位扫下来 明天一定要按时出席 然后现在还有名额 如果您今天 才看这个资讯的话 扫描下来 明天都还有机会能够出席 明天晚间 七点到九点钟 地点在福华国际文教会所的 卓越堂 只有两个小时的论坛 我们来谈谈 越南哪些的投资机会 有当地的台商 有投资的专家 还有我在现场 来帮您寻找投资机会 记得QR Code扫一下 把座位卡位下来 请我给您做参考 休息一下 刚刚谈谈 资安碰到了AI 再接下来会有非常大的转变 医疗也是 生计大展即将要隆重的登场了 哪些投资机会 休息一下 玉堂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